1983年圣诞节前夕 玉仓是一员一家人采造杀害 家中幼女成为唯一的幸存者 15年后 幼女已经记不清当初发生的事情 以为家人是在车祸中去世的 虽然没有家人的陪伴 但男友回忆郎对他挺好的 两人快要举办婚礼了 吃饭的时候 一道强光闪过 史纳子的脑海里闪过一些画面 他愣了一下 并没有太在意 收拾时偶然发现小时候的东西 回忆几家人 他隐约记得是一辆失控的卡车 回了他们一家 增子里还有一些信件 是刚搬来这里时 神秘人寄来的情书 那会儿他还小 有点害怕 就没有细看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一风风的读了起来 神秘人和他约定 15年后在沉睡森林见面 看了下落款日期是两天后 他准备前去赴约 并弄清神秘人到底是谁 隔日 他踏上回顾乡的列车 刚下车就感到九尾的亲切感 这里的一切都没有改变 他跟着记忆来到沉睡森林 爱耐入心中的好奇 走向森林深处 看着树上的绳子 他想起小时候的好友 但神秘人并不是好友 那会是谁呢 因为一封15年前的信 来这里附约 他觉得自己有点傻 等了一会儿没见人 他准备离开 忽然不远处传来声响 过去一看 树中间的吊床上 竟然躺着一个男生 看到石纳子 他就吐槽对方来得太晚 这熟人的模样 好似两人相识已久 石纳子疑惑了 他是谁呢 自己并不认识呀 他没有回答 反而调侃石纳子 竟然为了一个神秘人 独自来森林赴约 不过他觉得石纳子 选圣诞业举办婚礼的 主意很不错 石纳子很惊讶 自己都不认识他 他怎么知道这么多事 他叫纸记 和石纳子有关的事 他都知道 为了证明可信性 他还例举了 近些年发生的重要事情 甚至还说出一个秘密 石纳子每次洗澡前 都要喝奶 其他事通过调查 还能得知 但隐私 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其实15年来 他一直默默守在 石纳子的身边 石纳子听后 发出质问 他这么做有什么目的 直接不打反问 为什么要来复约 难道是想看暗恋自己的人 听对方说些轻话 听着讽刺的语言 他生气的转身离开 直接跟在身后 又说了些莫名其妙的话 他难道没有想过 抛弃从前 成为一个全新的自己吗 有没有过去不重要 只要有现在和未来就够了 往后的人生 有更多新事物等着他 想让人生重来一次 就必须舍弃 目前所拥有的一切 在陌生的地方 重生为另一个石纳子 其实他做过这样的梦 但他不想改变现在的生活 直接坦言 如果不改变 还有更残酷的事 等着他去承受 他很好奇是什么事 直记欲言又止 似乎在隐瞒一些事情 一句因为你是我的一部分 让石纳子更加摸不着头脑 石纳子加班时 办公室忽然停电 出去查看时 一个影子一闪而过 他撞着单子上前查看 突然被一只手拉住 拧头一看 竟然是直记 他只问对方为什么来这里 得到的回答还是那句 你是我的一部分 石纳子觉得他可能有精神病 不想和他继续交谈 也不想他出现在自己眼前 他没有理会 只是自顾自的说着 石纳子结婚后 能接受回忆郎家的美术熏陶吗 能放弃自己的爱好 做个嫌妻良母吗 人就算有很多钱 也不可能满足现状 更何况那还是不属于他的生活 这话说的就有意思了 人生前途莫测 自己都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 直记又怎么能断定 这样的生活不属于他呢 直记听后没有辩驳 只是默默的转身离开 为了弄清直记的身份 他偷偷跟了上去 看到直记走进一个音乐会现场 没得到引用的线索 他转身离开 殊不知 直记早就知道他在跟踪 与同时 杀死一员一家的凶手吉春 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 于三天前假释出狱 仅仅15年吉春就被释放 受害者的家人能接受了吗 直记为什么要关注石纳子的事情 还想阻止石纳子结婚 直记只说了一句话 小鸡错把野兽认成金妈妈 另一边石纳子和回忆朗商量 什么时候搬去新家 他借口工作繁忙 想等办完婚礼在一起住 这怎么看都像是敷衍 美娇娘在怀他都不为所动 难道真如直记所说 他有什么问题 隔日 石纳子刚上班就出了糟心事 客户说话送错了 要全部退回 但石纳子记得是一个男生订的 说青山大楼举办服装秀要用 经过何时 那里并没有服装秀 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处理这些话 晚上下班 石纳子看见自家门口聚集了很多人 房东看到后 急忙说他家着火了 上去后才知道 有人给门前信箱中放了着火装置 索性有扑灭的机制 没有造成太大伤害 据消防员说 打救援电话的是一个年轻的男生 他觉得有点奇怪 这栋楼并没有年轻男生居住 是哪位好心路人帮忙报的警呢 会一辆让他先搬去新家 水料还没行动 又有事发生了 神明给所有诸葫信箱里放了一张纸 提醒大家这栋楼里有邪教团的人假冒年轻夫妻 这不就暗指石纳子和灰一郎吗 灰一郎猜测 放心的和放火的是一个人 石纳子没有多说 其实他已经明白 这都是直记在背后搞鬼 晚上 他来到直记工作的地方 警告直记不要再打扰他 直记没有接他的话 借口工作忙赶他离开 可他打定主意 不弄清此事 不会离开 既然直记不可下来 那他就上去 攀爬过程中 强光闪过眼睛 他的脑海中又浮现一些画面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看着情况不对 直记赶忙把人救下来 他怒斥直记 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 直记并没有生气 只是希望他能赶快明白 这个世界只有自己才是他的依靠 但他还是很不理解 回想着刚才闪过的画面 确定那是自家走廊 可地板上的血迹是怎么回事 家人是在马路上出的车祸 血迹怎么会出现在家中 他记得车祸是在大年初三发生的 而他在病房醒来时已经是樱花季了 据说他昏迷了三个多月 被叔叔收养后才回家休养 亲生父母的家也被人买走 从那时起 他就经常收到神明的信件 叔叔卖了酒厂后 带着他去东京生活 他大学毕业后叔叔过世 相册里几乎没有亲人的照片 就连故乡的风景照也是寥寥无几 更不要贴什么一家人的合照了 这让他对自己的过去有了一丝疑惑 神大子搬到新家后 就再也没见过直记 本以为终于摆脱他了 谁知他竟然搬到了新家对面 一看见直记 他就会想起那些奇怪的话 而且还有个一问一若在心头 直记怎么知道他搬到这里了呢 一想到烦心事都是好奇心造成的 他只能先忍了下来 这天 植物员收到一批兰花订单 要货到付款 馆长担心是恶酒剧 派十奶子去送花 说花人是一位老师 这些花是学生送的礼物 聊天时得知 老师是他的老相 刚说到一半 直记就来了 看着眼前人 他有点惊讶 真是单纯的巧合 还是故意未知呢 敷衍两句后 他匆忙离开 好友那边还是没有找到吉春 整个人就那么凭空消失 听监护人说 吉春要向十奶子说罪 但是真心还是假意就不好说了 只有吉春知道是怎么回事 十奶子离开后 发现旺把账单交给直记 于是反回来找人 他一眼就认出了好友 还回忆起当年一起玩耍的时光 喋喋不休讲了很多 好友听得一脸梦 记忆里压根就没有见过他 而且他口中的那些经历 都是好友和直记的故事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他怎么会有直记的记忆 十奶子也觉得那些记忆有些奇怪 小学时期的照片已经丢了 自己的记忆又模糊不清 他想着先从学校查起 或许有老师会记得他 谁知作文本封页上的学校并不存在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仔细观察后发现 封页被人换过 中间也有几页被撕掉 这就奇怪了 谁会撕一个小学生的作文呢 难不成是为了隐瞒他真实的上学地址 这么做又有什么目的呢 叔叔口中的家 真的是他出生时的家吗 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 让他久久不能平静 后来偶然间在一封信里发现 他的出生地其实是遇仓室 被叔叔收养后 户籍地改成了三地的故乡 同年秋天 叔叔带他搬到东京 也就是说 他真正的故乡是遇仓 而记忆中的故乡 只是待过几个月的地方 和好友在森林里玩耍的记忆 或许不是真的 想到这儿 他决定找直记了解情况 直记还是那句话 你是我的一部分 他觉得记忆在欺骗自己 希望直记把真实情况告诉他 尤其是他的家人 真的是因车火去世的吗 直记听后有点震惊 难不成恢复记忆了 在他的记忆里 自己站在走廊上 脚边还有很多血 他非常害怕 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总觉得脑子像被人刺了一刀 隐隐作痛 而且经常梦到可怕的东西 想叫也叫不出声 直记所说的残酷未来 难道和这些有关 可不论他怎么追问 直记就一句话 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用金匠法把它轰走 直记回想着父亲的话 一旦石纳子脑海里 闪现过去的片段 那就无法再阻止了 所有记忆如连锁反应一般 不断重现 直记不由得开始担心石纳子 灰狼回家时 刚好碰见 从直记公寓出来的石纳子 便质问他去干什么了 为了避免误会 他说出了最近发生的事 并判断和住在对面的直记有关 他重读小时候的信件 发现有人约他15年后 在故乡的森林见面 他想弄清试水 就去赴约了 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 灰狼听后直接去找直记 警告他不准接见石纳子 与此同时 石纳子在旧报刊中找到真相 父亲反对吉春和姐姐恋爱 吉春一切之下杀了他全家 在一审中被判无期徒刑 晚上 他给灰狼说了自己了解的情况 叔叔带他离开故乡 扔掉旧照片 甚至改写了他的记忆 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他 最近他脑海里出现一些画面 那才是真实的记忆 其实直记给灰狼说过 知道石纳子发生过的事情 石纳子得知后 再次上门询问 直记还是死丫子嘴硬 不肯透露一点信息 在过马路的时候 刺眼的强光又让他回忆起那个画面 随着不断的刺激 记忆也越来越清晰 父母浑身是邪倒在地上 姐姐想要逃跑 却被抓住头发拖进房间 剩下的就想不起来了 无论过去的记忆多么残酷 他都想要弄清楚 毕竟人总要在挫折中成长 没有过去的记忆 总觉得缺点什么 不像是一个完整的人 他想要在结婚前给自己一个交代 灰狼听后表示支持 决定陪他回故乡 查一查过去发生的事 自从杰春出狱后 就一直在寻找石纳子 他打听到石纳子在植物园上班 但不知道具体是哪家 只能挨个去找 谁知恰好错过 石纳子那天刚好请假 走在沉睡森林里 石纳子给灰狼说着自己对这里的记忆 可一切究竟有没有发生过 他也不清楚 两人看到一个劈柴的大叔 从大叔的眼神来看 很明显认识他 但他并不认识大叔 询问后得知 大叔正是15年前给他治疗的医生 而且还有另一个身份 直记的父亲 15年前 他因一场意外失去所有记忆 这种失忆在医学上被称为心理上的自杀 叔叔希望他开始新生活 便带他来这里做了记忆遗址 什么叫记忆遗址呢 就好比在因火灾被毁的苹果树林 重新种满橘子树 苹果林就会变成橘子林 几年后橘子林中长出了残存的苹果树苗 这就是他现在的状况 移植的记忆必须是真实发生的 直记和他年龄相仿 记妈也因车祸去世 于是大叔就移植了直记的记忆 所以他才觉得家人是在车祸中去世的 同时也拥有了和好友玩耍的记忆 但埋藏真实记忆的最长年限是15年 直记也是担心他 才在信中约定15年后相见 一旦他找回真实的记忆 就会被迫体验当时的恐惧 直记默默守在他身边 是为了保护他 吉春出一户行踪不明 没人知道他想干什么 考虑到神纳子的安全 大叔给了他一份警方的调查资料 自从知道脑海中的记忆属于直记后 他也理解了直记说的那句话 对直记的态度也好了很多 看着眼前的资料 他越来越疑惑 吉春明明可以带姐姐远走告费 为什么偏要杀人些愤恼 他明明也在现场 又为什么要放过他 甚至换了一身衣服后还返回现场 以第一发现人的身份报警 这怎么看都有点奇怪 让人忍不住去想 凶手另有欺人 与此同时 吉春好像知道有人找他 收拾东西后准备离开 女友跟他要去哪 他只留下一句 我想在一个适合他的地狱 等忙完后就会回来 看来吉春知道凶手是谁 准备用自己的方式复仇 灰狼找到好友 请他帮忙调查吉春和直记 有财力支持 好友痛快的答应了 通过走访玉友得知 吉春已经知道神纳子的下落 而且玉友的妹妹就是吉春的先任女友 女友想起吉春嘱咐过的话 否认了自己最近见过吉春 可老实的女友根本不是直记的对手 三两句就被套路 吉春曾说要把那个人送进地狱 如果吉春不是凶手 为什么要盯着神纳子呢 难道是击恨他没有出庭作证 另一边 神纳子意外发现 灰狼和吉春是同一所大学 灰狼本想找个机会告诉他 但直到他不记得以前的时候 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其实两人不光是校友 还是摄友 吉春曾和姐姐约定私奔 但不知为什么会发生杀人的事 灰狼当时有事不在预测 不然就能阻止悲剧发生 他也因为这件事感到愧疚不安 听完他的解释 神纳子才明白发生了什么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真如灰狼所说 吉春为什么没杀神纳子呢 还重返现场进行报案 难道不怕神纳子指控他 不久后的雨天 一声俱雷再次刺激到神纳子的记忆 看着情况不对 短发女赶忙把他送去医院 直记到之后 猜测刺激到神纳子的记忆 是案发时的情况 不然不会造成这么大的反应 他觉得应该是凶手准备杀神纳子时 吉春突然出现 凶手情急之下逃离现场 听到这些话时 灰狼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神纳子清醒后表示 凶手不是吉春 这让灰狼更加惶恐不安 重要追问时 神纳子却来了一句 凶手是他自己 在他的记忆中 自己手上拿着刀 衣服上沾满鲜血 父母躺在地板上 如果他是凶手的话 那么吉春找他 应该是想替姐姐报仇 这下连直记都懵了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凶手 直记不相信他的话 表示自己会调查清楚 在真相大白之前 他最好不要瞎猜测 直记在神纳子以前的同学那了解到 神纳子非常恨父亲 女同学曾在神纳子身上 发现很多被打的痕迹 有被家暴的嫌疑 但同为女儿 姐姐却没有挨过打 难道神纳子的杀人动机是恨 与此同时 好友查到神纳子最好的朋友冲田 在和神纳子游玩时被卷入水中 师父当时就在现场 神纳子哀求他救人 他却无动于衷 眼睁睁看着冲田逆网 后来警方询问时 他却说自己不在现场 而是和秘书在办公室 由于师父是议员 全力滔天 秘书也做了不在场证明 警察不好继续往下追查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 那神纳子对父亲的恨也没毛病 神纳子知道这件事后 更加觉得自己是凶手 事已至此 不管是什么结果都得弄清楚 不过说到动机 他只是恨父亲 为什么也会对母亲和姐姐动手呢 就有点不合逻辑 况且一个12岁的孩子 怎么能在短时间内杀掉三个人 经调查得知 神纳子经常挨打 是因为他不是亲生的 纵使他没有完整的记忆 也能想到自己在家里的处境 或许在大家眼中 他拥有一个完美的家庭 母亲温柔贤惠 姐姐才华出众 父亲地位显赫 一家人其乐融融 可大家不知道的是 每到晚上 父亲就会化身恶魔 不停的对他进行毒打 他总是安慰自己 打是亲 骂是爱 不管怎么说 父亲还是很爱自己的 可他还是个孩子 需要疼爱 终于有一天 他忍受不了了 向母亲坦白背咋的事 但母亲是怎么回应的 他不记得了 隔天 直接和好友找到田母了解情况 田母记得冲田曾说过 他和神纳子是最好的朋友 要永远陪着神纳子 就连他们交换的日记 一直被冲田当宝贝供起来 日记里有神纳子的绅士 神纳在婚后遇见初恋 两人发生关系后生下神纳子 神纳知道他被虐待后 便开始保护他 连努力改善着家里的氛围 神纳子也曾期盼认识神父 还把神父的照片放在时光容器里 埋到经常玩耍的森林 看着日记上的图纸 直接偷偷记了下来 趁着夜色前去查看 他挖出时光容器 看到里面的照片时 整个人愣在原地 缓过神后 又把东西埋了回去 殊不知 这一切都被吉春看在眼里 他前脚刚走 吉春就把时光容器挖走了 好友很好奇 神纳子的神父是谁 但却被直接敷衍过去 等直接再看到神纳子时 脸上的表情有些尴尬 无论神纳子怎么询问 他都不肯透露 还劝神纳子不要执着以前的事 要过好当下 展望未来 上班时听同事说 前段时间找他的那个男人 刚才又来了 神纳子突然想到什么 跑出去查看 只见吉春看了他一眼 就转身离开 晚上回到家 他看着灭门残案的记录 下定决心找出真相 隔天一走 直即就听到急速的敲门声 来人是灰一朗 说神纳子不见了 猜测是回了御仓 两人急忙开着去追 在御仓的家里找到他 灰一郎有点担心他的状态 劝他不要想太多 但他已经下定决心弄清此事 让直即带他去同学家 至于他恨不恨师父 同学无法评价 只能说每次见他时 他都是开心快乐的 他总觉得冲田溺水和师父 应该有点关系 但又想不通其中原因 找到师父以前的秘书了解情况 秘书承认冲田溺水时 自己和师父在不远处 并且师父曾给学校施压 让其开出秘书 听到这里 神娜子惊呆了 为了不让他继续调查 两人分析了他不可能杀害家人的理由 击败过家人后 他想从躲藏内心的家找点线索 另外还希望直即帮自己说点好话 让大叔帮自己恢复记忆 谁知却被拒绝 直即不想让他再和大叔见面 理由是不想他难过伤心 这摆明了是借口 至于真正原因 只有直即自己知道 等直即再次去挖时光容器时 才知道东西已经不见 里面的项链也被拿走 不久后直即在下班时被吉春暴揍 丢失的项链就在吉春的脖子上挂着 吉春把直即困住 塞进后备箱 直接拉进了森林里 然后挖了个坑 想把直即活埋 可两人无怨无仇 这是为什么呢 15年前的凶手明明不是吉春 他为什么不喊怨 不管直即说什么 他挖坑的动作都不曾停下 直到直即问他为什么接近十那次 他手上的动作才停下来 一个人每天要在监狱中面壁思过 没人能体会那种感受 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复仇 然后不管直即说什么 都不再理会 直即毫无办法 只能暂时顺从他的意思 这才没被活埋 不久后 好友打听到负责当年杀人案的刑警的下落 两人带着老刑警来到案发现场 据老刑警回忆 当年接到报案后 于19点42分到达现场 他来的时候已经19点56分 这个时间有点晚了 那时吉春在柜子前抱着姐姐 十那子拿着刀站在镜子前 这么说来 十那子记忆中的场景真实发生过 警方认为吉春是被师父逼迫退学 存在杀人动机 杀人后逃离现场 换了身衣服后回来报案 明白事情的严重性后 在法庭上默认了罪名 但直接却觉得 也许是吉春突然到访 打破了凶主的计划 这才让十那子保住一条命 如果凶手另有其人 那肯定是从后门套走的 只可惜十那子年龄小 又惊吓过度 没能出庭作证 而且吉春默认了法院的判决 让案子就这样结束 服刑第二年 吉春给老刑警说过 在监狱里的人并不是只有我 和我同样受牢育之灾的 还有很多人 当时老刑警没明白这句话 现在想想 吉春似乎是猜到凶手是谁了 从那时起 他就变成了模范服刑人员 刑期也一剪再剪 最后剪到15年 并假释出狱 在后院查看的时候 直即发现一座圣母玛利亚雕像 但奇怪的是 雕像的眼睛竟然是钻石做的 最了解 钻石是案发后有人匿名捐赠的 难道这是在赎罪 如果凶手从后门逃跑 肯定要经过雕像 这么说来 捐赠者极有可能是凶手 当时集穿人在监狱 不可能是他 凶手肯定另有其人 老刑警忽然想起 送石那子去医院时 他嘴里不停的念叨着父亲 好友猜测指的是生父 直即听后震惊了 如果说生父是案发后来看石那子 那速度未免也太快了 难不成凶手是生父 一路上直即都心不在焉 听不进去好友的推测 晚上直即回到家 质问大叔15年前的 圣诞节前夕在哪里 大叔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还是如往常一样回答 直即没有揭穿他 而是甩出项链 质问石那子 为什么会有和自己一样的项链 原来石那子的生父就是大叔 15年前的圣诞节前夕 大叔并没有去东京 而是去了石那子家 直即一直不明白 为什么只有石那子活了下来 现在懂了 大叔知道女儿被家暴 为了给女儿报仇 这才痛下杀手 听到这儿 大叔愣在原地 他没想到自己在儿子心里 竟是这样的人 他承认那天晚上去了石那子家 自从知道石那子被虐待 他就想把石那子带回来 只可惜晚了一步 那晚他到现场时 一家人已经惨死 周围全是警察 石那子被抬出来的时候 看到了人群中的他 他以为石那子不认识自己 就没有伤钱 然后郑重地告诉直即 自己并没有杀那家人 和石母的往事 也是在认识金妈之前发生的 为了石那子以后不沉迷在恐惧中 这才出手抹出了记忆 另一边 吉春得知石那子的婚礼 要在游船上举办 应聘了那个策划公司的服务人员 与此同时 大叔找上石那子 为当初抹去记忆的事道歉 他并不觉得大叔有错 反而很是感谢 如果没有抹去记忆 他不知道这15年该怎么度过 虽说那些记忆是直记的梦想 但同样也是自己期待的 直记从大叔家回来后 一直盯着吉春的监护人 他有种直觉 吉春一定会联系监护人 果不其然 直记在不久后看到圣诞老人 他跟着圣诞老人 七拐八拐的来到飞酒仓库 结果黄石四周却没有找到人 刚准备捡紧工具防身 就被圣诞老人一顿暴揍 他无力还击 只能先用相机拍下照片 就在圣诞老人准备再次动手时 一群小朋友出现 救了直记一命 神大子知道后非常自责 他不想直记再因自己受伤 希望直记去找大叔帮自己恢复记忆 但还是被拒绝了 短发女照顾直记的时候 听到他嘴里堵囊着相机和照片什么的 于是立刻找相机查看 直记清醒后 想把照片重演出来 却没在口袋找到相机 他以为是好友帮忙拿去充饮 便没有在意 谁知好友压根没动相机 其实短发女看到照片后就决定帮他 大叔知道他受伤后 赶来看望他 经历了这么多 他也看到短发女的付出 决定以后认真对待短发女 并准备把人介绍给大叔 晚上短发女打了电话 说自己愿意分担他的痛苦与哀愁 让他以后不要独自承担 直记听后莫名有点担心 劝短发女赶紧回来 还郑重的向他表明新意 不愿他伸现险境 他听后很激动 这块石头终于被自己暖热了 不过激动归激动 他决定的事还是要做的 挂断电话后 他走上天台 而不远处就站着圣诞老人 半夜 圣诞子被电话铃声吵醒 可接通后却没人说话 他质问对方是不是急穿 结果却传来一阵笑声 还说圣诞老人会给他带很多礼物 问他最想要什么 圣诞子听后很是不安 隔天 有人在草丛里发现短发女的尸体 直记得知后愣在脸地 看着短发女的尸体 心中痛苦不已 发誓一定要找出凶手 替短发女报仇 短发女按约定取到照片后就离开了 中途没有发生奇怪的事 从取照片到警方预计的死亡时间有七个小时 短发女没有回公司 也没有去找好友 那到底去干什么了呢 凶手又怎么会盯上短发女 短发女的家人来送钱包 希望可以给直记留个念想 看着里面的照片 好友很是吃醋 他喜欢了短发女四年 却始终爱而不得 只能以朋友的身份陪伴左右 让人通过数据 推测出短发女那天的行踪 是一条直记经常走的路线 终点是秘密基地 知道那地方的人不多 直记已经猜到凶手是谁了 只是不愿相信 如果不是他硬要拍圣诞老人的真面目 短发女也不会死 既然人是在这里出事的 那肯定会留下线索 一番寻找 在角落里发现一个烟头 是好友喜欢的牌子 烟底剩得那么短 符合好友的人设 难道凶手是好友 好友承受不了内心的压力 承认是自己杀了短发女 至于原因 是有人出高价买命 但到底是不是这样就无从得知了 或许是为了钱 或许是因为爱而不得 看着短发女为直记无怨无悔的付出 所以达到极点时 头脑一热就把人杀了 好友此时非常后悔 想一死了之 其实那个烟头是直记用来套话的 没想到真的是好友 无论直记怎么劝 好友还是一心求死 经过警方调查 短发女确实死于好友之手 但警方更好奇的是 好友是不是主动跳楼 仅仅两天 短发女和好友就先后离世 直记现在什么都不想说 想起三人愉快的过往 内心更加痛苦 还没联系好后爱护短发女 就发生了这样的事 石娜子那边收到一封信 是短发女死前写的 她从好友那得知了石娜子的事 鼓励石娜子不要轻易认输 或许是这份支持和鼓励感染了她 又或许是自己本身就不愿放弃 她更加坚定了寻找真相的念头 自从短发女死后 直记就改变想法 要带石娜子去恢复记忆 不管那些记忆有多么残酷 都是自身的一部分 随着记忆被唤醒 石娜子看到一幅画面 是吉川杀了她的家人 而且还把刀递给她 请和她不要乱说话 不然就回来杀了她 话音刚落 就有人冲了进来 吉川也适时逃跑 至于进来的人是谁 她还没想起来 不过还想起了另一件事 自己和冲田在森林里藏了很重要的东西 直接听到后想要打断 结果却被大叔阻止 随着记忆慢慢清晰 他看到自己把一条带有照片的项链 放在时光容器里 而照片上的人就是他的生父 回过神后 他看着眼前的大叔 心情非常复杂 案子发生后大叔很伤心 为了让他忘记恐惧 便给他一支记忆 没成想要给他带来更多的烦恼 或许是受血缘关系影响 直接见到石娜子的时候 就有一种熟悉感 想要保护他 无论以前发生过什么 直接都希望他以后是幸福的 很快就到了举办婚礼的日子 就在这美好的时刻 直接接到警方电话 好友出事前接过一通电话 电话的主人和他在一艘船上 想起好友说的花钱买命 他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 借用广播 把电话主人约了出来 那人正是狼爸 其实短发女出事前 曾找狼爸谈过15年前的杀人案 之后好友也找上他 他出高价让好友拿走短发女手上的照片 可万万没想到 好友竟然杀了短发女 照片上的人和狼爸有什么关系呢 幻音刚落 灰衣狼走得进来 原来照片上的人是灰衣狼 很早以前他就雇佣好友 把有关吉春的信息和直击的动向 随时汇报给他 他假冒是男老人 只是想陷害吉春再次入狼 狼爸让他去自首 但他却说了句 离时效的城里不到30分钟了 直击忽然想到什么 后知他站住 其实15年前的凶手就只他 他也喜欢姐姐 但姐姐爱的是吉春 甚至要和吉春私奔 他得知后气息败坏 这才杀了姐姐 不料这一切被年幼的石娜子看到 准备干掉石娜子的时候 吉春正好赶到 他只能警告石娜子不要乱说话 至于不杀吉春面孔 是想让吉春成为替罪羊 痛苦的活在身上 只可惜逃跑的时候被圣母像看到 他良心不安 这才捐了一笔钱和钻石 听到他的话 狼爸震惊了 如果不是那天狼爸回来晚 他不可能又不在场证明 后来他经常回去看石娜子有没有乱说话 三年前的再次相遇 只能说是造化弄人 石娜子没有关于他是凶手的记忆 这让他彻底放下心 之后的相处 让他爱上了石娜子 案件的追溯期有15年 之所以把婚礼选择在圣诞节前夕 也是因为这个 案件就彻底翻篇 往后的今天不再是他杀人的日子 而是两人新生活的纪念日 看他嚣张的样子 直接询问电话那头的人听清楚了吗 原来警方打了电话 直接一直没话 灰狼也算变相承认了罪行 现在只剩几分钟就过追溯期了 还能把灰狼逮捕归案吗 狼爸得证儿子做的这些事后 瞬间坦卵在地 在朋友的倒数中 终于到了零点 闪光灯出现的一瞬间 石娜子也终于想起最关键的画面 那个凶手就是站在身边的爱人 他心情复杂的难以想象 而躲在人群里的吉春 这次也冲到前面 用刀刺伤灰狼狼 吉春就是要这样一直折磨他 没假设一次 就来杀他一次 灰狼被抬走的时候 看到了母亲的幻影 叮嘱他好好活着 几个月后 石娜子在大叔的治疗下有所好转 每天都在森林里悠闲地散步 亦会是读一读直接给自己写的信 两人约定在森林中再次相见 以后的日子一起走一起过 只可惜日复一日 石娜子始终没能等到直记 直记也在沉睡中错过回家的站点 沉睡的森林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记得点赞支持一下 我是登登 我们下期见